围剿TTA股股贵出了YouTube不说此的短视频答卷 最近两年 TKT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下载量记录 越活用户数在9月底突破10亿 眼看这家短视频巨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公司加入战局 Instagram推出了Weil Software推出了Swapart 而YouTube说此虚股的短视频答卷 截至目前 YouTube平台的Shorts话题下有1亿个短视频 它们来自741万个频道 目前 用户在PC端和移动端 都可以观看Shorts短视频 根据Shorts提供的信息 用户股币加入门槛较高的YouTube不合格的 过万就有机会获取Shorts Founder的奖励 以短视频观看量为评估基准 Shorts每月评估一次账号 并按月发放奖励 评估标准会因为用户所在地区 及Shorts的发展阶段而变化 而在团队的人才储备方面 较晚入局短视频战局的Shorts 选择直接招览具备成熟短视频经验的人才 其中不乏一些有TKK工作经历的员工 反观TKK 在9月底推出TKK World 进一步推动短视频创作者 和品牌方之间的合作 并加强了一系列电商功能 为创作者变现提供了更丰富的路径 无论是平台原创内容数量 还是短视频作者的商业变现 都由于YouTube Bush Oaks